来 又是粥 生病的人喝粥好笑话啊 我要吃肉 家里没有食材 要不我去买 我怀疑你根本就不会做饭 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不会因为这个词退我吧 你能找到一个更弱智的理由吗 你不想做你就说 我要吃肉 你快去追我给我打包 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相信 快去 要不然这样吧 我让今会买点好吃的 给你送过来 我退避一下 给你们创造一下二人世界 你这是想偷懒是吧 今会又没有拿我工资 你倒好 你拿着我的工资 支持别人去了 这生病脆弱的时候 女朋友来照顾 我不是应该的吗 跟工资有什么关系 清晦怎么做是她的事 但是你别想偷懒 好 那我去点菜 怎么了 你快出个否认声明吧 我都不着急你着急什么 是我们同居 对你一个女孩子不好 你形象不是一直都挺正面的吗 正面怎么了 正面也得恋爱结婚啊 我也是个正常人好不好 要不这样 我们俩同居试试 你配合配合我 你给我打造一个接地气的人生 好不好 要不要直接公布婚讯啊 我可以啊 没问题啊 我估计你妈跟我妈应该是最开心的吧 凭什么让她们开心啊 你赶紧出否认声明 不然我就出了 要是我先出 你这大明星可就丢人了啊 行行行 搞得像我占你便宜似的 讨厌 算讨厌 你公布 不是 呢 你 现在 你 老板 来来来 你先把这个金上 把这个金上 我不要带这个 要不太脏了 我不带你拿走 戴上我 戴上我 我带 我告诉你 你明天必须喂我 对不起啊老板 我对不起对不起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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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帮我看下文叔叔 你说说他发烧了 好的老板 成立呢 昨天停电他生病了 又发烧了吗 你怎么知道是发烧啊 我照顾了他一年 只要他回家 我们几乎都在一起 你说他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 那他以前也就成这样吗 刚回来那两个月 只要进入密闭空间 人就不大好了 有好几次 坐电梯都冒虚寒 后来我把他照顾得不错 医生每月飞来中国给他复诊 满以为恢复得挺好的 对 文叔叔 您能告诉我医生是怎么说的吗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没有特别对应的病症 他肯跟你承认他怕黑 就是一大进步了 嗯 这倒也是 毕竟在万人面前 他也是完美无缺的嘛 他就是要强 好像他小时候受过强烈刺激 叫 叫什么 创伤综合症 是一种心理疾病 他还会主动 这个创伤细 молод